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我们如果需要到达月台上 一般都是需要通过攀爬 从最底下那个楼梯开始 一点一点向上跳跃 稍不注意还会掉下去 不过大宝这里虽然运气不错 没有完全掉下来 所以再上去的成本减少了 终于到达顶端 包括失误在内正常跳跃的情况下 一个人如果想从地面到达月亮顶端 大概需要2到30秒左右 而如果你先失去了小月兔坐骑就不一样了 我们只需要乘坐月兔来到起点 然后轻轻一跳 就可以瞬间到达月台上面了 是不是很方便啊 当然如果你是个跳伞天才的话 也可以直接往月亮上跳 这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想直接跳伞是没有成功 并且觉得跳灯笼费时费力的话 就可以使用这个方法一步登月了 当然月台上这棵桂树 我们也是可以登上去的 同样乘坐兔子 轻轻一个小跳就可以直接上来了 然后我们再次取消坐骑 就可以狗在这儿阴人了 最后大宝再给你们说个小知识 月台上这些灯笼其实是有道具的 你只需要用手去锤它 不过用枪是不行的 只能用手锤 至少你就会发现几个灯笼的高度 已经超过我们人物跳跃的高度了 所以如何才能用手锤到所有的小灯笼 也算是一个彩蛋吧 好了 今天的吃鸡巧克力到这里就结束了 中秋佳节大家一定要玩得开心哦 我是鸡大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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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